回到新闻现场政治话题来关心 前总统马英九到希腊参加德尔菲经济论坛 演说时批评总统蔡英文两岸互不隶属的说法违宪 引发绿营抨击 而马前总统结束行程 今天清晨也搭机返回台湾 呼吁各方敦促两岸进行避战对话以谋和平 还呼吁民进党政府要确实遵照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推动两岸关系 才能符合国家的需求 不知道是不是刚回国太累了 开头一度口误把希腊说成西藏 德尔菲经济论坛行程结束搭机返台 不少党籍立委来接机 呼吁各方敦促两岸进行避战的对话 这以谋和平 都是为要求民进党政府要确实遵照中华民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推动两岸关系 这样才能够真的符合国家的要求 巨幅的中华民国国籍前发表谈话 畅谈这次访问的成果已向蔡政府喊话 而论坛上的这番话在政坛发酵 批评蔡总统两岸互不隶属的说法违宪 国际论坛中炮口对着自己的元首 绿营不能接受 马英九居然去配合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认知 想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对象一个事实把它抹杀 我认为这会让人民非常失望 美国前国务卿黄贝奥来台湾 他还批评拜登政府 这个就是民主国家的表现 这是民主国家该有的表现 此行称谓被改来改去 头衔遭质疑被矮化 加上右批蔡总统违宪单纯的出席论坛 但引来的风波可不少 记者林珠强涛片报导